Hello,大家好,我是开车狂浪的小浪哥 那我现在是在上海的酒店里边 这两天呢,参加了沃尔沃官方的一个车主的线下活动 那主要就是做一个车主的即时培训 很有意思 有一些朋友已经通过一些渠道看到了线下活动的一些宣传照 里边也看到了我 我这个视频呢,可能更新的会比较慢一点 那这里呢,我觉得分享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大家可能关心的点 其实就是两天整整的培训 整整的培训 那是在上海的培训中心进行的 那所有的CS店的即时都要到这边来进行培训 那给我们培训的老师呢 也当然就是这一群全国所有CS店即时的培训老师 那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讲的话呢 说两天能够全部学会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更多的学会的是一种分辨能力吧 就是比如说像我长期自驾在外 那如果找不到CS店 那我找到外边的修理店 那它的操作流程啊,操作手法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是有一定的分辨能力了 现在 我这次呢,在现场也请教了老师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我们在高原开车的时候 很多车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吧 就是跑到三四千米海拔的时候 那个喇叭特别不好使 那现场老师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说这一套 咱们车子的一套喇叭 很多车子喇叭也可能是这样的组合 就是一个高音喇叭一个低音喇叭 那它的解决方案就是 你把那个低音喇叭换成高音喇叭 它的一个喇叭的效果会好很多啊 这个喇叭不是指的车里面 那个什么放音乐的那种喇叭 是指鼻鼻鼻的那个 按的那个喇叭啊 第二个问题呢 我问的就是关于车辆 低速碰撞弹气囊的这件事情 我就问说这个低速碰撞弹气囊的这个速度能不能调高点啊 比如说调到40 50这样的一个速度上面在弹气囊 我就问了这么样一个问题吧 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沃尔沃在中保研测试的时候 维修经济性上面是得了一个P的成绩 就是很差的成绩 就是因为它的低速碰撞的时候就会弹气囊 导致于它的维修成本 维修经济性是比较差的 这样的现象呢还原到真实生活中间会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了解到西部的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 他开车他是没有伤险的 只有交响险 那么在跟这样的车辆产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 假如他是主则或者权责的情况下 那么对于我来说 那低速碰撞我就弹了气囊 那么我索赔起来其实是有点难度的 就比如说是可能有个十万八万的这样的一个索赔金额的话 他如果没有没有伤险的话 是不是有难度 那虽然保险公司都是有待位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 但是我觉得仍然是我觉得心里会考虑的一个点 官方的给我的一个老师们给我的一个答复呢 是 沃尔沃呢 进行这样的标定呢 他是因为做了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所以才进行这样的标定 他说25公里每小时的一个冲击力呢 会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人站在一个椅子上面 就相当于是一个自由落体投照力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 大家可想而知 哇 那个好像脑袋受不了吧 所以他就进行这样的标定 也不会去在这方面进行妥协 就是说这个数值也不会去改了 然后你说速度上这个气氧弹拖的这个速度上限是不是比较高一点 也不可以 因为在沃尔沃来说的话 安全是没有任何可以走过前的地方 关于参加这次活动的方法呢 其实我是在两个多月前在刷微信公众号的时候 刷到了有这么一条公开招募的信息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信息给填上去了 就有心被选中过来了 参加这次活动了 那这次活动除了就是公开招募的这一批车主之外呢 其实还有各地的这种彻游会的会长啊 包括大型汽车论坛的这样的一些版主啊 都会过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好 关于这一次活动的福利是什么呢 很多人也比较关心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了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叫做什么 沃尔沃荣誉车主计时的一个 荣誉证书吧 很有意思 官方还是比较有仪式感 所有参加过培训的学员呢 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份荣誉技师的一个证书 剩下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那我 我是 学习成绩不太好 他们比较厉害的呢 拿到了更好的奖品 那我拿的是什么呢 一个收纳的一个包 就是旅行的时候 你装衣服装鞋子啊 装很多化妆品啊 洗漱用品啊 这样的一套收纳的一个套装 另外的话呢 就是一支笔了 这就是我 这次收获的这种物质上的一个福利哈 今天呢 我就要离开摩都了 返回西部的那个城市 那米小亚呢 这两天心里很不平衡 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就在那抱怨中 你就在这边住五星级酒店 我就在这边住着民宿 吃着拉面 非常的不爽 然后赶紧回去看望一下它 接下来呢 我们的旅行会是怎么走的呢 欢迎大家关注开车狂浪